其实在辩论的过程中呢,一定要想一想啊,别人说的话能不能成立,其实多数人的辩论都是基于最简单的因果例啊,因为,所以结果知道吧,然后呢,辩论能不能成立呢,先把他前提拿出来一位一家,因为他正常都总是在假设啊,因为,所以,然后,但是,结果,不管怎么样,他构成了一个因果例啊,不管任何辩论了,然后呢,你这时候呢,你只要检验他的提出的这个前提,他的因啊,能不能成立, 啊,就可以了啊,要击垮一个人是很容易的,只要踢了,他的小弟弟就可以了啊,他的小弟弟呢,在当下啊,有两个淡淡的东西哦,就叫做膏丸,就只要你用力的硬捏,然后他就爆了啊,我相信,嗯,年轻的时候大家都捏过的,也比较喜欢捏哦,特别女生都比较喜欢捏,淡淡哦,就是